这是川普近期第二次表示 将对中国商品加征更高关税 本月稍早 川普曾表示要对中国汽车征收50%的关税 他还提议对所有中国商品征收高达60%的关税 以反制中共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《华尔街日报》此前报道 中国汽车公司比亚迪正在墨西哥物色建厂地点 以避免高额的进口关税 由于质疑中共人为压低汽车出口价格 并担忧国家安全风险 美国两党已经达成共识 阻止中国产汽车涌入美国 三名参议院民主党人3月7号致信拜登总统 敦促政府提高对中国电动汽车的进口关税 以应对国家安全风险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金时综合报道